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就理解的东西可能理解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这些我兴趣爱好而已 你会跟大家分享很多自己的故事啊 对 也会分享一些比如说练习之间的技巧啊 或者是我一些经历过的比赛啊什么的 那你自己平时会听电台吗 可能在车上会听的多一点 会听有声说啊 相声什么的吗 啊 相声会喜欢听的 对 相声还挺喜欢的 那很多人在睡前他喜欢有听点声音就半路睡觉 那你会在睡前有这样的习惯吗 我有 我会放到中央舞套 因为中央舞套会有解说的声音嘛 然后也会有一些观众的那种声音 我会觉得那个啊 会相听起来会比较安安全一点 那个感觉 很多人就是在对你内向觉得我们不太爱说话 嗯 那我们现在是个电台嘛 这个电台主要是不看脸 主要是靠说话 所以你这个 这个要说话的电台要怎么应用 呃 你就 你就放着 可能没有那么多话讲 但也不一定了 那你现在这个电台 那你觉得你自己的声音是好听还是超级好听 呃 一般吧应该 还行 给自己的电台打一个广告语 唉 打广告语 呃 欢迎来收听王一博的电台 最后再替这个听众们问一下 你一般多久会更新一次 更新什么 呃 更新的电台的内容 啊 看心情吧 那你现在在我们喜马拉雅有一个自己的电台了吗 你要不要作为营业的开场吧 啊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 啊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 这里是 网一博的 电台 然后 爱听就听 不想听就换台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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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